唐山受害女到底在不在世 记者了解的最新情况 这个政治动态很重要 法国未来获幸政治瘫痪 为什么朝鲜突然停止从中国进口新冠防疫物资 立陶宛这一行动很刺激 普京会不会发动战争 唐山打人事件已经过去多日 四名受害女子的伤势至今成名 有些已经传说有人去世 另外 为受害女送花慰问者则遭到拦截搜查 多家媒体进入唐山采访时遭遇暴力执法 采访受阻 另一据网上消息 见医院外边送了很多树花 有的还是菊花 令人感到担心 中国大陆每日经济新闻6月20日发文称 唐山打人事件已经过去多日 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受伤女孩的进一步消息 也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其他三个女孩的消息 她们的情况究竟如何 然而 截至目前 公众和媒体所能获取的相关信息极其有限 文章说 媒体在收治上述受伤女子的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采访时 该院宣传统战部与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均表示 目前伤者的住院情况属于患者个人隐私 不方便向外界透露 南方快讯记者日前发布视频记录医院景象 表示在医院现场见不到伤者的父母家人 病房有多人看守 该名记者指 医院一道门进去应该是伤者治疗的地区 驻扎的人员有6到7个 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另外 贵州广播电台 简南日报期下的新黄河 凤凰网等媒体记者 在唐山采访时 被指也遭遇各种阻挠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描述 他到达唐山时 当地警方将他按在地上进行搜身 他被卡脖子 按头跪地 双手被反扣在背后 一名警察对他破口大骂 没文化 没素质 之后 四五名警员对他搜身 没收身份证 手机随身行动电源等随身物品被扣押 还被要求输示手机聊天记录 他在派出所做了几次笔录 滞留了七八个小时才离开 没有任何的书面单据 证明 回纸单 视频曝光后随即被删除 这位记者说 发布视频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 视频目前我已经自己删除了 我也接到通知 我个人不再对这件事情 发表看法和言论 所以我非常抱歉 南方快讯记者日前发布的视频中 也拍下给商者的花束 遭到拦截搜查 另外 网上还有视频流传 在女孩被打的事发现场 有人陆续前往送花 而且送的是菊花 以示悼念 因此网上流传被打女孩已经死亡 不同寻常的是 四位被打女孩至今生死不明 而且她们的亲友也未对外正式发声 舆论除了关注这些商者 以及当局的处理结果之外 也在猜测当地黑社会的保护伞 究竟大到何种程度 美日经济新闻6月20日的文章称 公布打人事件受害女子情况已早不已迟 越是遮遮掩掩掩 不想让人知道 公众就对这一做法越不满 越多的猜测就会随之产生 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 不过有网友说 这种做法也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法国是欧盟的火车头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欧盟的一哥 但是这一切却可能发生逆转了 并直接影响到欧盟的运作 在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 未能在周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 赢得多数议席之后 该阵营星期一谋求获得 其他国会反对党的支持 以挽救马克龙的一些改革议程 避免政治瘫痪 路透社6月20日报道说 尽管支持马克龙的中间联盟在一起 在国民议会577席中获得的一席最多 但是却没有达到控制议会的绝对多数 而左翼联盟和右翼政党都表现强劲 最后投票结果显示 马克龙的中间联盟获得245席 远低于控制议会所需要的289席 左翼联盟获得131席 及右翼89席 共和国人党61席 报道表示 法国政府发言人奥利维亚 格雷格尔表示 事情将会很复杂 政府将不得不具有创造性 目前 马克龙总统本人还没有对周日的议会选举结果进行评论 一个关键问题是 马克龙是否将试图与保守派的共和国人党达成交易组织联盟 或者在每一个议案上都要与对手进行混乱的谈判 格雷格尔说 政府将力争说服其他人 特别是议会中的一些温和派跟随政府的政策 他补充说 在未来几天 马克龙将重组他的政府 报道说 如果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将面临政治瘫痪 国民议会处于碎片化 一边是广泛的左翼联盟 另一边是与之相对的 从未获得过如此多议席的极右翼联盟 报道表示 如果马克龙无法寻觅到足够的支持推动执政 法国未来可能面临不信任公投 甚至解散国民议会 报道说 周日的国民议会投票 对马克龙总统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挫折 今年4月获得连任的马克龙 希望强化欧盟融合 提高退休年龄 并为法国核工业注入新的生命力 马克龙的中间联盟与共和国人党 在经济事务上有相近的纲领 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及推动核能 如果二者能结盟 将占据议会绝大多数 不过 共和国人党的议员表明 他们还不愿加入马克龙总统的行列 并坚称他们在议会的立场将是自由和独立的 有分析表示 法国国民议会的碎片化将导致政治僵局 可能会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地位 并危及法国已经脆弱的财政地位 朝鲜与北京的关系又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北京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 朝鲜在5月份突然停止从中国进口新冠防控产品 而此前几个月 朝鲜曾从中国购买口罩和呼吸机 朝鲜在5月中旬首次承认 正在与新冠疫情作斗争 国有的朝中社报道称 目前每天的新增发烧病例一直在下降 但突然停止从中国进口医疗产品 恐怕有什么正式考量 平壤从未直接确认 有多少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6月表示 预计该国疫情正在恶化 根据中共海关6月20日周一公布的数据 朝鲜在5月份没有从中国进口任何口罩 温度计 橡胶手套 呼吸机或疫苗 相比之下 朝鲜1到4月 从中国进口的口罩超过1060万个 温度计近9.5万个 无创呼吸机1000台 去年9月份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COVAX 提出向朝鲜提供30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 但是遭到其拒绝 朝中社6月19日报告了另外19310个新增发烧病例 但没有具体说明其中有多少是病毒阳性病例 朝中社已经报道73例发烧死亡病例 出于同样原因 朝鲜最近声称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疫情及相关数字 也同样很难得到独立核实 朝中社周日报道 朝鲜已经有至少800个遭遇急性肠道传染病的家庭得到援助 该媒体6月16日报道称 距离首都平壤以南约75厘米的海州市西南部 爆发一种不明肠道传染病 国有报纸《劳动新闻》6月17日说 朝鲜领导任金正恩和包括他妹妹在内的其他人准备的药品 将被送到黄海南道 罹患急性肠道传染病的家庭 此类疾病在缺乏水处理设施的朝鲜经常发生 该国公共卫生系统几十年来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一些观察家说 新一轮肠道传染病爆出和宣传的目的更像是为了给金正恩贴金 有分析指出 朝鲜经家尽管极力利用中共 但又不愿意自己的百姓对中共有好感 所以关键时候又会尽可能抹黑中共 目前朝鲜的疫情肯定还在流行 却突然中断对中共医疗产品的进口 或者就是想给老百姓留下 金家可以解决朝鲜任何困难的印象 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 6月18日 立陶宛宣布对俄罗斯加里宁的陆路货物运输实行封锁 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尔吉斯 在20日进一步声称 禁止通过立陶宛向俄非地加里宁格勒州转运货物 不是立陶宛的决定 是根据欧盟对俄相关制裁做出的 乌克兰前外交官伊鲜科认为 立陶宛决定18日开始对加里宁格勒实施交通封锁的决定 可能成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借口 他认为立陶宛的决定效果可能不大 因为俄罗斯仍然可以通过海陆进入加里宁格勒 俄罗斯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 抗议立陶宛禁止金利金类铁路向俄非地加里宁格勒州运输货物 并警告如果立陶宛不恢复运输 俄方将做出回击 声明说 立陶宛在未事先通知俄方情况下 禁止金利金类铁路向加里宁格勒州运输大部分种类货物 俄方要求立即取消这些限制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未能恢复货物运输 俄方保留采取行动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利 万维时评人士高禄认为 俄罗斯其实只是威胁而已 现在连乌冬都拿不下来 怎么可能去和立陶宛发生冲突 立陶宛可是一个北约国家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漫威主播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